近几年来,猝死类的新闻屡见不鲜,为什么会猝死? 心原性猝死是导致猝死最常见的原因,而关心病则是最常见的心脏疾病,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,每年因关心病死亡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癌症。 患者病发时会出现心律不齐,心脏突然跳得过快,收缩过速,从而导致输出血液不足,令脑部和身体其他器官缺氧,心脏同时因停顿而死亡。 那么身体都会有哪些征兆,提醒着猝死即将到来呢? 一,胸闷气短,如果胸部出现了闷障感,总是感觉自己透不过气,呼吸也不顺畅,并且还伴随有憋气,头唇发紫,血压下降等情况,就需要警惕是肺栓色了。 肺栓色如果不进行治疗,就有发生猝死的可能。 另外,关心病也会有胸闷的现象,如果冠状动脉硬化,心脏血管随时都可能破裂,出现急性的猝死。 二,心理发慌,日常生活中总感觉心理发慌,这往往也是猝死之前的征兆。 如果心律异常现象比较频繁,而且还越来越严重的话,就可能会发生防颤,引发猝死。 三,心跳加快和晕厥,正常人心跳次数是50至60次每分钟,当心脏跳动过快,超过100次每分钟,以及更高的时候,就是心率失常。 如果心率不齐伴随着心跳过快,还出现了晕厥,此时人未重视,并及时诊疗的话,就可能会发生心脏骤停。 四,时常头晕,如果时常感到头晕,整个人昏昏沉沉的,甚至还出现了晕厥,这就可能是心脏功能衰竭引起的。 心脏功能衰竭时,心脏就会无力将血液蹦出,导致血压下降,从而出现休克,严重时还可导致组织器官灌注不足,脏气衰竭,最终导致猝死。 五,不明原因的疲乏,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较大,常出现疲劳,属于正常情况。 但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疲劳,乏力,或伴有胸闷,水肿,则应警惕猝死的发生,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心肌炎或心肌病造成的。 六,眼前发黑和肢体麻木,脑猝重也是引起猝死的重要原因。 有些促重起病急重,几分钟内就会发生肢体瘫痪,血压增高,这种情况下,患者若及时就诊可挽救生命。 但有些脑促重,起病缓慢,早期只有轻微症状,患者并不在意。 一旦进展,可能引发猝死,因此需要多加留心。 尤其是患有高血压,关心病或防颤的患者,脑猝重的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数倍。 如果出现单侧看不到东西,单侧肢体麻木,乏力,或走路不稳,有采棉花感,应警惕脑猝重的发生,及时就诊。 如何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? 一,早餐必不可少,除了要坚持吃早餐外,还要提高早餐质量。 这是因为早晨起来后,你身体的营养储备已降至最低点,是补充营养,筑备能量的好机会。 一顿好的早餐包括用于摄取蛋白质的脱脂奶或者酸奶,用于摄取碳水化合物的骨类食物或者全脉粥。 二,合理均衡饮食。 一餐中最佳的搭配是从蛋白质中获取15%的卡路里,从碳水化合物中获取55%的卡路里, 而从脂肪中摄取的卡路里量不宜超过30%。 多食用新鲜蔬果,尽量少食用油炸、腌制、高热量食物。 饮食中所含的营养素种类齐全,数量充足,比例适当。 所提供的营养素与机体的需要量者能保持平衡,满足人体每日所需。 三,良好起居习惯,撕睡时不要硬撑,不可抢用咖啡、浓茶、香烟刺激神经,以免发生神经衰弱。 饥饿时要立即进食,不要随便推迟进食时间,否则可能引起胃肠静磷性收缩。 经常饥不进食,亦引起溃疡、昏迷、休克。 四,保持心情舒畅、烦闷、焦虑、忧伤是产生疲劳的内在因素。 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直面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,降低过高的期望值, 使自己从长期紧张、担忧和恐惧的状态中摆脱出来,保持宽容的心态, 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。 五,多运动排出废物,运动能增加心肌收缩能力,增强肌体免疫力, 还可以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,推迟神经细胞衰老, 帮助废物排出,从而起到妨碍抗癌作用。 六,及时休息,别硬撑,随着年龄的增长,生理功能逐渐衰退。 累,是身体需要恢复体力和精力的正常反应, 同时也是警告,当你出现累的警告时,请尽量不要熬夜,及时休息。 否则,长次以往下去,人体就会积劳成疾,百病缠身,严重地发生过老死。 七,少抽烟,少饮酒,吸烟,嗜酒的癌症患者, 在十年内患上疾病的风险可达戒烟酒癌症患者的三倍, 同时吸烟和饮酒是许多疾病的诱因。 要想身体健康,尽量做到少抽烟,少喝酒,最好做到不抽烟,不喝酒。 最后提醒,当感觉周身乏力,肌肉酸痛,头昏眼花,思维迟钝,精神不振,心计心跳时, 要尽快放松一下,消除身心疲劳。 同时,我们应该时刻对身体保持警惕,出现问题要及时就医, 切莫觉得是小问题,日积月累变成大问题。 心态决定一切,心态如何改变健康, 如果想知道这个秘密,就记得关注下个视频。 请逐温给人向内兼 friendly。 谢谢观看